今天是8月1日原住民族日 大花蓮地方新闻 首先就要来关心 花蓮县政府在今天举行了8月份的申请典礼 而适逢了一年一度原住民族日 县政府就特别邀请了 今年第35届金曲最佳原住民歌手奖的 原住民天后舞赛来开场 音唱着阿美族鼓调 巴西瓦利日出东方 那么也象征着希望的太阳 照耀着花蓮每一片土地 以及崇德国小萨巴泰鲁格儿童合唱团 领唱国歌 为崭新的月份开启了美好的篇章 也欢庆8月1日原住民族日 象征着花蓮多元族群共存共荣 一时一旦晚上十周 向国旗敬礼 祝福八一原住民族生日快乐 花蓮县政府副县长 尹先生表示原住民族是台湾的骄傲 尤其现在许正会常说原住民文化是花蓮的快宝 不管是现在在任的许县长 或是前任县长副昆奇 对原住民文化的传承 以及副镇都有相当的努力 今年在县长许正会的建议之下 县福团队特别邀请荣获今年度35届 惊奇最佳原住民歌手奖的原住民天后吴世爱 从了郭小沙把泰鲁哥儿童合唱团 来到升级电影当中 为一年一度的原住民族日高歌喝彩 开启新飘彰 习县长跟沐根井县长担任县长的时候 一直对于原住民族群 还有都一直很照顾 努力的去培育 尤其是我们夏令嘉年华 像吴世爱的小姐 有在我们的这个夏令嘉年华 是不是 以前我在上海的时候 上海的时候 我亲爱的 所有的人在台湾的歌手 如果要大奉光明的话 一定要在夏令嘉年华 那时候我提的是谁谁谁 他听到谁站起来 他本来不理我 结果五个大学的学生 他刚好180要到台湾来 他们就站起来了 某一个人 他是参加我们夏令嘉年华 培育出来的 所以说我们这个 副总召在担任现场的时候 他这个有高瞻援阻 所以说举办这个夏令嘉年华 培育我们的歌手 我们是不是要给他一个掌声 为什么我们歌手是少将 真的 真的不简单 真的不简单 为了庆祝一年一度的原住民志 八月份申请典礼当中 特别颁发两位优秀的原住民 你歌手讲的原住民天号五十爱 记得喜欢华社长 你快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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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